热带风暴山庭横扫菲律宾中部 伤亡数字激增到至少24死60宗 迹象预报指出山庭仍然可能在南海增强为台风 并在周日直扑越南北岸 米兰法院26号宣判 意大利陈总理贝鲁斯科尼 因为涉及旗下电视公司MediaSate 购买广播权的逃税案 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 并禁止担任公职5年 国际自行车联盟10月26号发表声明 阿姆斯壮因为兴奋及问题被剥夺还发奇冠之后 不会由其他人替补 因此1999年至2005年的 还发自行车赛的冠军头衔将空缺 经过一年赤字3000万美元的诊修 纽约自由女神像将在28号重新开放 当天也是自由女神像树立在纽约126的周年纪念日 不过自由女神像后冠部分 将限制参观流量 每天只允许315名观光客登上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微软新一代作业系统Windows 8正式开始发售 而作为纽约第一家 也是我一一家的微软旗舰店 也正式剪彩开业 时代广场被前来抢先体验的微软迷们 围得水泄不通 现场气氛相当热络 一起来看看 本次发布了Windows 8的四个版本 分别针对ARM芯片的Windows RT 普通版 专业版 企业版 采用Metro界面和传统界面同时运行 是Windows 8的最大特点 同时微软展示了可触碰直觉式的操作系统 并且通用于桌上型电脑 笔记型电脑 以及平板电脑 价格方面 从现有系统升级为Windows 8的价格为39.99美元 而Surface平板PC的售价为399.99美元 当晚在纽约第一家微软体验店内 微软迷们兴奋不已 表示对Windows 8的全新表现非常满意 发售现场供不应求 Windows 8究竟能否沿袭PC时代 Windows 4的产业控制力 此外 Windows 8是否会给PC乃至整个ICT产业 带来影响和改变呢 我们将拭目以待 新唐人记者李婉婷 纽约报道